哈喽大家好,这是波罗,还到又一期的视频 上周我们测试了低配M1 Pro版本的14寸MacBook Pro的15款游戏性能 在那期视频发布之后呢 我们订购的16寸中配M1 Max版本的MacBook Pro也到了 所以呢今天我们就再来做一期啊 M1 Max芯片的17款游戏性能测试 并且callback一下跟上次的M1 Pro做一个对比 来更加直观的看一看这两款机型在游戏方面的性能差距 今天的17款游戏呢跟上次一样啊 分为三种不同的类型 第一呢是能在Mac平台运行的近几年的3A大作 包括原生2A版以及通过Rawceta2转移的英特尔X86平台游戏 但因为苹果本身的游戏不多啊 这个选择比较的局限 大凡都是两到三年前的3A游戏了 所以除此之外我们也测试了一些 虽然无法在Mac平台直接运行 但是可以通过Parlows虚拟器运行Windows 11的2A版 或者一个叫做Crossover的软件去转移 并运行Windows英特尔X86平台游戏 第三呢是Mac平台那些非3A 但是玩家基础较大的游戏 主要是电竞蕾 我们也想测试测试啊 他们能不能够流畅的运行 路上我们参与测试的两款机型呢 分别是拥有16GB内存 8核心CPU 14核GPU的残血版M1 Pro的14寸MacBook Pro 以及32GB内存 10核心CPU 24核心GPU的 依旧是中配残血版M1 Max的16寸MacBook Pro 他们的售价呢 分别是14999元 以及23499元 OK我们今天第一款参与测试的游戏是 由4A Games开发于2019年发售的地铁离去 因为这款游戏并没有提供内置跑分 所以我们测试了一下游戏中的第一个场景的帧数 在1920×120分辨率中画之下 M1 Pro在这一关基本保持在70到90帧这个范围 而M1 Max则更强一些 平均都能够达到95到100帧左右 古墓丽暗影作为一款2018年发售的三游戏 M1 Pro在1920×1080画质中的情况下 在性能测试中平均帧数为51 而M1 Max在相同画质下 平均帧数则能够达到82的水平 于是我们尝试将画质调到了最高 发现M1 Max依旧可以将平均帧数保持在74 甚至当把分辨率提高到2160×1440时 平均也可以达到60fps 并且我们能够在测试结果中看出 这款M1 Max的CPU性能还是绰绰有余的 CPU游戏游戏平均帧数在105以及143 而GPU则稍稍拖了后腿 平均只有61 所以如果是使用32和GPU的满血M1 Max跑的话 应该能够有更好的水平 神剑人最二 因为采集卡的缘故 这款曾经的年度最佳游戏 在我们测试时 最高帧数被锁定在了60 在1920×1200的分辨率下 无论是M1 Pro还是M1 Max 均可以全程达到这个上限 只不过M1 Pro还是会偶尔调增到55的情况 而M1 Max则更为稳定一些 全面认证三国 在1920×1200的较高画质下 M1 Pro的跑分基本维持在30到40之间 平均为35.9fps 而M1 Max则更高一些 在50-70fps之间平均为60.4 而WM6在这两款机器的跑分中 差距就没有那么的大了 在1080游戏中华之下 图像性能跑分中 M1 Pro与M1 Max均在40-60fps之间 而AI性能跑分中结果也差不多 两者都是在50-60fps左右 不过仔细对比的话 还是可以看出 M1 Max全身帧数都要稍高一些 超市的光芒一 这款2015年3A游戏 在使用采集卡时 也将最高帧数锁定在了60 在1080p最高画质下 M1 Pro与M1 Max均能够稳定的满帧数运行 游玩起来完全没有任何问题 上期视频我们说到过 CSGO这款游戏 对于苹果平台的优化也比较拉垮 在1080p默认画质下 M1 Pro与M1 Max均表现得非常不稳定 前者一直在45-80fps之间狂跳 而后者则在60-120之间 虽然帧数不低 但不断跳帧带来的画面撕裂与远持 并不能够称之为一个很好的游戏体验 而同属卫视的Dota2表现则要稍好一些 在1920x1080p分辨率第三等中高画质下 使用Walkan API M1 Pro可以全身达到80-100fps 而M1 Max则为95-120fps 游玩起来还是非常流畅的 那么既然测试了Dota2 就不得不提到另一款市面上非常热的 MOBA游戏英雄联盟了 在1920x1200中画质下 每幅Mac版本M1 Pro可以达到平均120-130fps 而M1 Max则为130-140fps 上连视频提到过 英雄联盟在ARM平台上有较高的鼠标延迟问题 经过评论区的提醒 我发现如果将画面调整为无边框窗口全屏模式 或者窗口模式 这个延迟就会消失 全身大V100帧的游戏体验还是非常棒的 顺便说一句 一滴金牛逼 OK 那么聊完找SATA2转页的插拉肉片台游戏 我们也测试了两款ARM平台的原生游戏 首先博德之门3 因为在视频拍摄时 博德之门3的Pi16在ARM平台还并不兼容 所以我们手动将版本降为了Pi15 在920x1200极高画质下 M1 Pro与M1 Max均有着非常好的表现 M1 Pro基本保持在80帧左右 而M1 Max都在90以上 并且即使当我们将分辨率升高到 3024x1890与3456x2160这两款机器 在游戏中的最高分辨率时 它们分别还是可以保持在55以及85fps以上 某世界在2016x1309与211x1365 画质为8的情况下 M1 Pro与M1 Max均可以保持在120帧左右 而当我们将分辨率调为两款机器 在某世界中的最大3024x1964与3456x2234时 M1 Pro依旧可以保持在80fps左右 即使掉帧也基本在60fps以上 而M1 Max则非常稳定的保持在100帧左右 那么除了Mac版本本身的游戏 我们再来说说通过Windows 11虚拟机 运行的Windows游戏吧 这里我们使用的是Parallus这款虚拟机软件 在M1 Pro下给Windows 11分配了4个核心 而M1 Max因为核心更多 Parallus允许我们多分配两颗 达到6核心 第一款我们测试的是 大宇最近推出的仙剑奇甲软7 这款游戏在19201120分辨率 画质为中时 M1 Pro与M1 Max的帧数分辨写生在30-40与40-50之间 然而因为这款游戏并没有任何针对平板硬件的优化 操作延迟非常之高 给我们的实际感受大概只有10fps 同时贴度错误也非常严重 完全不可玩 而守望先锋的表现则稍好一些 这款游戏可能是因为转移的原因 在游戏刚开始时卡顿非常严重 然而当你游玩几分钟转移完成后 稳定性会逐渐提升 跳针的情况也会逐渐减少 在1080p中化之下 M1 Pro基本可以保持在55-60fps左右 而M1 Max则平均可以跑到75fps左右 我记得爆雪当年说过 因为Mac普遍性能较低 所以不会考虑让守望先锋登陆苹果平台 不知道他们现在的想法有没有改变了呢 接下来当然也要测试3195了 这款游戏如果直接在Win11虚拟机内运行的话 性能非常差劲 在1920x120正常画质下 M1 Pro与M1 Max跑分分别只能达到20-40fps之间 而当我们跳过Win11 直接用Crossover这个软件运行时 因为不需要额外分配资源给虚拟机 在同样的画质与测试场景下 M1 Pro可以达到80帧 而M1 Max更是能够触分到90fps以上 在这里你可能会问 那么是否能够通过Crossover来运行 之前提到过的先键器 以及手望先锋来达到更好的效果呢 很可惜答案是不行啊 因为Crossover的兼容性较差 只有少数游戏经过测试是可用的 而先键器与手望都不属于这个范围 另外到我们测试其他几款啊 我最近在玩的大作物 孤岛惊魂6 蝶血之肉与永结无坚时 系统均提示了一念不支持的字样 完全无法运行 OK那么今天的测试就先到这里了 总的来说呢 根据游戏的不同 M1 Max相比起M1 Pro来说 均能够带来20%到甚至100%的性能提升 并且大部分游戏呢 都可以在中高画质下流畅地运行 虽然在游戏性能方面啊 依旧是被Windows平台PC掉打 更不是一个很好的游戏平台 但也不能说是完全没有进步啊 在工作之余 来两局游戏 减减压还是没有问题的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 在今天测试中 我们专门注意了 这两款机型的CPU温度 在游戏过程中呢 无论是14寸 还是16寸的MacBook Pro 均没有出现过热降频的情况 在翻扇转速大概是3500左右时 就可以将温度压在70的80左右了 没有出现之前英特尔版本店啊 5000多转速跑满 CPU依旧上100多的情况 那么现在既然硬件已经不成问题了 希望苹果还是啊 给给力 多拉拢拉拢些游戏厂商 搞搞PY交易啥的 让他们多给苹果按摩平台 做做优化 多登陆一些3D大作 早日打破苹果电脑 无游戏可玩的定律 OK那么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别忘了点赞收藏转发 也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